Lubin Fancher 欢迎打开Ruby 频道 今天的主角是 猛独 Venor 由《市乐园》的导演 Rubin Fancher 指导 Tom Hardy Michelle Williams 主演 这是曾经在《蜘蛛人山》里面出现的反派人物 猛独的独立电影 《蜘蛛人》换了两次 猛独的背景故事 在这部电影中也换得不一样了 故事的地点在主角Edith Robb 的家乡 旧金山 San Francisco 不过还是有提到主角是在纽约发生了一些事情 才搬回来旧金山的 据说Tom Hardy 签了三部电影的片约 我想就算没有要开启一个索尼的电影宇宙 但也是会有一个猛独三部曲的系列电影 以一个角色起源的电影 以三部曲的第一集来说 猛独是不难看的 而且完全没有漫威电影让人诟病的那种 迪士尼Style 而是更为贴近我们观众的现实生活 又保有漫画精神的一部电影 以一个新角色的建立来说 我觉得猛独是用心而且精彩的 可以说比蜘蛛人烦笑日好 甚至是比最近的几部 英雄奇缘电影都还要好 主角Eddie Brock 在Tom Hardy 的版本里面 当然不再是那一个充满肚忌心 心术不振 会做假新闻的记者 而是摇身一变成为一名正义使者 专门报导不公不义的社会事件 挖掘大公司大财团的痛角 专门搞垮一些大人物的独立记者 而相对应他要打倒的对象 就是这部电影当中的反派 由Riz Ahmed 饰演的这个生命基金会的执行长 一个天才科学家 在这个演员的诠释之下 我是还蛮喜欢这个反派角色的 非常的与众不同 跟其他的反派一样是拥有邪气 并且狂妄自大的 但不同的是他会让我们感觉到 这个人物是很有真实感 是会真的存在我们的社会当中的 在预告中真的看不出来他的可怕 但是在电影里面 他真的是一个很精彩 很有说服力的反派 一边是这个可以为所欲为的 企业家、科学家 可以不顾人命的进行一些人体实验 另外一边则是关怀社会角落的记者 想要揭发大家看不见的真相 这部电影中主角和反派 两边的价值冲突是很清楚的 而猛毒这个共生体在这里面扮演的角色 就是解放的主角 让他拥有力量去破坏这个狂人的计划 这部电影算是有一些黑色喜剧的部分 他不会像漫威电影里面的角色 讲个笑话就让你哈哈大笑的那一种 而是比较多黑色幽默的趣味 是我会觉得有趣的 特别是在猛毒跟主角的对话 没错 猛毒这个外星共生体这次会说话 也让我们见识到猛毒他还蛮有个性的 虽然很凶残暴力吃来吃去的 但也蛮单纯的 还会说出很多可爱的话来 看到一半真的还蛮像我前一阵子 非常喜欢的日本电影自身兽 一人一兽共用一个躯体 然后他们要找到彼此之间的平衡关系 这部电影找来了海报上面的三个演员 三个人都不是那种最商业电影的明星 他们都是比较以表演能力著称的演员 这样的卡斯看起来好像是少了一点什么 比如一个性感辣妹之类的 主角Tom Hardy绝对是这部电影的主干 从拍场帅气的专题记者 到被打入黑名单没有工作的乳蛇 他都诠释得很好 而一个乳蛇也因为没有什么可以再失去了 才选择不顾一切的去挖掘真相 而让整个故事开始 他被猛毒技术之后 有一些比较夸张抓狂的表演 我觉得他是表演得非常好 控制得很好 万能的Michelle Reynolds在这部电影当中 的确比较没有发挥的余地 除了一段很惊喜他很重要的戏之外 但我觉得那边就是有一些精彩的镜头被剪掉的部分 可能是片商想要片长再短一点 或者是不想要限制级的关系 不过Michelle Reynolds跟Tom Hardy的互动是好看的 而且他们两个人绝对在这部电影当中 得到了年度最佳吻息 以一部原本我们期待Tom Hardy要饰演猛毒的电影来说 他的确没有那么的狂妄和血腥 他也不是一部娱乐性超高的爽片 猛毒的确比较像是漫威宇宙出现之前的漫画改变电影 他有自己的风格 黑色幽默 写实的表演 以及没那么明快的节奏感 特效我觉得还可以 但是以这个猛毒触手的特效来说 我觉得没有什么够酷的发挥到就是了 片尾画面有两段 第一段是介绍新角色 一个漫画迷很期待的角色会出现 第二段则算是一段广告 跟这部电影没有什么直接的关联系 可以不用等那么久 猛毒算是一部合格的反英雄奇缘电影 制合给想要看Tom Hardy 或者是比较黑色幽默的漫画改编电影的观众去欣赏 特别推荐给想要在今年看第三部 开场都是一个外星陨石或者是太空船 坠落在地球上面的你 猛毒这部电影我给的评价是 以上这就是今天的影片了 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内容 请帮我按赞 还有把它分享出去 还有找找你的订阅钮 订阅我的频道 如果你想要在第一时间之内 知道我上传影片消息 别忘了在订阅之后 再按下那个小铃铛 如果你有任何的意见或者想法 欢迎在下面留言让我知道 这是罗比频道 祝你今天可以看到一部精彩的电影 我们下支影片见了 掰掰